欢迎大家来到初信栽培 今天是第七课 圣灵的果子 第二节 第三条问题 如何才能使圣灵的果子 更多呢 没错 A. 常与主 怎样呢 我们在药幅福音十五章 二到三节 和第五节经文这样讲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知子 他就剪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知子结果子更多 现在你们因我 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 常在我里面的 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来了我 你们就不能作什么 透过这次圣经 我们就知道 基督徒属灵的生命 能够更加的丰盛 就像圣经那样说 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 基督徒属灵的生命 原因在哪里呢 没错了 主耶稣说 他会修理这些的知子 修理它变得干净 干净的知子 就能够结果子更多 那怎样能够修理得干净呢 他就说了 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所以能够结更多果子的知子 基督徒 就是因为他里头 有神的话语帮助他 令到他的信仰的理念 是合乎真理 而能够按真理而行 就能够结出更多 神所喜悦的信仰生活 并且透过第五节的经文 告诉我们 他说常在我里面的 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可想言之 他这里再强调一件事 如果一个属神的人 经常保持与耶稣基督的结恋 这里所指的 不是得够恩信清义的 结恋这个层次 而是讲到整个的上下文 关乎耶稣基督的话语 在他的里头 神的话语 成为他经常 作为生活上的引导 他以神的话语 放在他心中 神的话语引导他 他就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 而这种经常生命之道的连结 就表达出常在主里面 主也常在他里面的意思 因此 神的道修正 结正了属神的人 神的道 也即将圣灵的帮助 引导 实行在生命之中 实行在生命之中 因此 这种这么宝贵的结恋 是何等的重要 A 常与主结恋 信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原来透过圣灵的帮助 我们能够按着圣灵的引导 这样去实践而生活呢 这种信着圣灵而行的生活 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那种出于神而来的信仰生活 和以前作为放纵情欲而来的言行举止 是有极大的差异的 因此 基督徒能够结出更多属灵 圣灵的果子 是因为常常怎样呢 没错了 相信信服圣灵的引导 诗上什么什么圣灵 透过加拿大书五章二十五节这样讲 我们若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这里所讲的靠呢 就是在圣灵的里面 是借着圣灵而有的 我们是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 开通我们信仰心灵的耳朵 明白福音的真理 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 让我们恩信福音而重生得救的 所以我们是靠圣灵 或是借着圣灵在圣灵的帮助下而得生 既然是靠着圣灵在圣灵里面而得生的生命 原来同一个原则 我们都是靠圣灵 借着圣灵的帮助 在圣灵里头行事为人 所以这一道 C就是我们要常常借靠圣灵 这样去行事为人 这样就能够结出更多信仰的果子 或者称为圣灵的果子 圣经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至十六节 这样讲 教徒说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里讲到 原来世界上的事 一切的言行举止 都离不开三个重点 就是人里头的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以及今生的骄傲 这一切都从世界而来 令到属神的人很容易继续走一条 以前世上所有人所行的那条路 并且爱这个世界上 那种的按肉体 眼目和骄傲而来的事情 现在宿神的人能够结圣灵果子更多 重点就是你内心需要有一种爱神的特点 当你爱父神的时候 你就会轻看爱世界上的事 反过来 当你越爱世界上的事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以及今生的骄傲 圣灵的果子 神所喜悦的信仰的生命与生活 就越来越少了 所以D 不要爱世界 还有什么经文 去提醒我们 不要爱世界呢 在《铁撒罗尼加后书》四章九到十节 司徒宝罗和淑灵的儿子提摩泰地说 你要讲紧的到我这类来 因为底玛 贪爱现今的世界 就离弃我往铁撒 来加去了 当时有几个人物 是与司徒宝罗一同传福音的 其中有一个人物叫做底玛 与司徒宝罗在外邦地周围讲传福音 甚至在昔日一同为作福音的工作 受苦坐牢 但去到后来 底玛贪爱世界 现今的世界经常存留在 他没有改变过他的策略 引有属神的人 令到他们去贪爱现今的世界 包括刚才之前那段经文所讲 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昔日的铁撒罗尼加 那种的吸引力依然在 底玛 但未离开保罗之前 有能力抵受得住 现今世界的吸引 后来他爱现在的世界 过于爱神 就离开了保罗这个福音的对公 不再为主福音的工作摆上 毁身受苦 就离弃了使徒保罗 并且黄贴纱 罗尼加去 在那个城市 充满了现今世界 那三种独特的情况 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因此透过这段经文 成为中圣徒的提醒 就算昔日 我们多敢伟身侍奉神 都可以因为 这个世界仍然敢吸引 突然伴到属神的人 而远离了神的工作 与基督的生命 那种的言语 引导圣灵的感动 去割裂 以到离开了 神所命定的使命 和所托付的圣功 所以这里这么说 不要爱世界 这样另一个问题了 第四题 如何分别圣灵的果子 和个人的德行呢 这里所指个人的德行 是说 未信耶稣之前 有人都有美好的德行 那怎样去分辨 圣灵所结出来 为神作见证的德行 和昔日未信住之前 有那种人认同的德行 究竟有什么分别的呢 A 个人的德行 第一 乃是出于什么的驱使的呢 圣经在罗马书2章14节 这么说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信着本性 行律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原来呢 这里讲到 原来在犹太人 以色列人 甚至透过众先知 特别是摩西 留下了律法书 称为摩西五经 也都有众先知 所留下的先知书 和诗歌类的启示 透过这些的话语 以色列人能够认识神 关乎生命 敬虔的条例 如果出于外邦人 没有摩西律法 没有圣经 那怎样呢 透过罗马书这里 我们就知道 外邦人 是要信着他自己 内心的律法 而去实践他心中的引导 那我们就知道 人之所以能够行出得行 那是出于良心的驱使 这个就是他里头 律法的功效 是刻在人的 心命的里头的 好了 而乃是根据良心的什么呢 在罗马书二章十五节 这样说 这次显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 同作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 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 或以为非 在这段经文 在这段经文 再进一步去论述到 原来外邦人 虽然没有摩西律法 但神就将律法 原本那种的能力功用 显出罪、恶、是非 那种的特点 都放在众人的心灵里头 这个心就称为是非之心 也都称为良心 而这个良心 在每一个人心灵里头 在他们的思念里面 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 或以为非 什么叫互相较量呢 就是当有一个人 想着去行一些事情 是违背了这个是非之心的标准 这个律法的功用的时候 里头有一个思想 会和他有争辩 有抗衡 有读责的 这个就叫做思念 互相较量 这个良心会阻止他 不要越过这个良心 所命定的标准 免得去得罪 他里头的标准 违背这个标准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字的 是表达着 当有一个人 愿意继续持守 他良心的标准的时候 他就会成为他的辩护者 可想而知 当他继续要持守这个德行 良心的标准 在外面有势力 要推倒他 不要持守到这个标准的时候 良心就仿佛是一个陪伴者 鼓励他 为他加添力量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 是一个旁观者 鼓励他 鞭策他 扶持他 为他辩护的角色 以到他能够持守良心的标准 因此每个人能够显出 良心律法功用那种的好处 德行 就是源于良心本身有一个标准的 那我们刚才讲到 人的德行 是源于根据人内心 神已经给我们律法的功效 那种的良心的特点 他那份的标准引导而来 然而透过以下的经文 我们就知道 人的良心已经不可靠了 第一 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道二字 圣经这么说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 人有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这是因为说方之人的假冒 这等人的良心 如同被热铁落惯了一般 良心在人的心里面 有一个督窄的功效 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 在教会里面有一批人 是假冒的基督徒 他们内心是说方的 并且他听从了 邪灵并鬼魔的道理 这些的道理 成为他内心私欲的吸引 以到他弃绝了 原本听过的真理的道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良心要督窄他 他就违背良心 不听从良心的督窄 久而久之 这种良心的督窄 那种敏累度 就失去了功效了 可想而知 良心的能力 在人的里头会漸漸失去了 因为这里讲了个比喻 他说他们的良心 就好像被热铁落惯了一般 当一个好热的铁 辣落去你的皮肤道的时候 你就会大哑一声 因为好疼痛 当一些的热的铁 落去你的良心那里的时候 这种说方之人 里头那种已经接受 鬼魔道理的人 他们的良心已经惯了 惯到一个地步 任何的督窄 任何的刺痛感 都没有了 可想而知 良心的标准 是会随着人 领受了假的道理 而产生很大的波幅 并且会失去功效的 我们又看另一段经文 希伯来书十章一到二节 圣经这么说 律法既是将来美视的影响 不是本物的增长 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 一样的制物 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若不然 欠制的事 岂不早已止住了吗 因为礼拜的人 良心既被结症 就不再觉得有罪了 这段经文是说 律法在圣经里面的目的 其实是显出人的罪 律法所带来这种的献制的过程 每年透过祭司 借着人献牛羊的制物 是不能够叫人的良心 能够完全得着结症的 如果是的话 这个人的良心的罪恶感 透过昔日献制就能够完全 那就不需要献完又献制的了 可想言之 在教育里面的律法 献制的祭礼 本身不能够叫人的良心 得到完全的结症 只不过是一个预言式 去表达将来 有一个从神而来的救主 永活的祭物 他的生命能够结症人的内心 能够除掉人良心的亏欠和罪咎感 因为人的良心已经因为行出种种的罪恶被颠户 直到什么时候这个良心得以结症呢 就是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 成就了福音里头所说的应许 使凡信的人得清为意 既然人明白福音的真理 因信就清义 人的良心 在信耶稣基督那刻 才能够完全得着结症 而这个良心能够得着结症 是因为领受了真理的道 因此当一个人的良心 未领受真理的道 未领受福音耶稣基督真理的道 与恩信而来的赦免的话呢 人的良心是不结症的 是败坏了的 不会十足十明白神的标准 而跟随神的标准的 因此这种会颠污的良心 已经成为一个会浮动的标准 不是或一独一完全无误的标准的 那么个人的德行 第三点是 哪是高举人与什么人的呢 没错了 透过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一到十二节 这么说 法利赛人赞着自然治愈的祷告说 神啊我感谢你 我不像别人勒索 不以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利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有一个人就按着律法的要求 也都是良心里面呢 那种的律法的功用 他就审视自己发觉比别人更好 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勒索 不以奸淫 也都不像那个经常犯罪的税利一样 甚至他有很多的宗教信仰的条例 他继续遵行 例如金色 和捐上十分之一 但是透过他这种自然治愈向神的祷告呢 他原来是表达着 他在神面前比别人更好 而在神面前夸耀自己 算自己因行律法而来的意义 因此人原来有律法 按着良心的条例去遵行的时候 这种的德行的背后 总是难免有高举自己的特点 以及荣耀自己的 当主耶稣在这一帮假冒为善的宗教信仰领袖 或者群体当中 他清楚去宣告一件事 他们很多的宗教的行为 言行举止 彼此的称赞 原来都是互相受荣耀 不是求独一之神的荣耀 所以当耶稣基督将荣耀的神 并他的真道显明出来的时候 正因为他们从心底里的信仰 不是荣耀神 乃是互相受人的荣耀 因此就不能够信从耶稣基督 所讲纯正的道 真理 并将荣耀归给神 可想而知 从人类互相称赞的德行 最终是达至一个高举人 荣耀人的特点 B 圣灵的果子 和个人的德行有什么不同的呢 A 乃是出于什么的驱使呢 在加拿大书五章十七十八字 这样说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真 圣灵与情欲相真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作敌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以下 这里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一个重新得救的基督徒 他的情欲仍然在内心 只不过恩信就有圣灵的内主 圣灵亦都会按着真理去引导基督徒 处理某些事 看某些事 圣灵都会有引导 当这个引导与自己的情欲 有违背的时候 就产生这种心灵里面的 属灵的增展 情欲会主动来引导 一个基督徒 行情欲里头想作的事 圣灵就会出来帮手增展 当圣灵引导这个基督徒 行出神的旨意 情欲又会出来 去争战 要基督徒背背神的旨意 这种的争战 最终要看一个基督徒 是否愿意信从圣灵的引导 倘若如此 就不在律法之下 不是因行律法而清义之下 而是借着圣灵行出神 给我们的律法的要求 因为我们已经因信称意 有圣灵作为我们得救的凭据 自此以后 我们是学习信从圣灵 而遵行律法的说话 就不是凭凭据行律法而得清为意的 因此中圣图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 是出于圣灵的驱使 第二 乃是根据什么的标准呢 一个属神的人 重生得救的人 他能够显出德行 源于圣灵的帮助 同时也是根据什么的标准的呢 我们看一下 《约案福音》16章13节 圣经怎么说 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 愿民作进入一切的真理 没错了 当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 我们所出来的德行 善行 乃是根据真理的标准 圣经说 圣灵是一位真理的圣灵 神所出来的真理 借着同一位神 就是圣灵 他必然按照他本身 作为真理的源头 所以圣灵在我们 信耶稣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内住的时候 必定是会根据真理 去引导我们的 因此我们的言行的标准 一定是合乎 真理的圣灵 用真理作为引导 合乎 真理的标准 圣灵会帮助我们 明白 圣经里面所讲 真理的内容 原则 标准是去到哪里的 并且透过我们去实践 让我们更加去体悟 更深去明白 这个真理的事实 至于良心 他因为会被世界的道理 甚至鬼魔的道理 所玷污 引致到 那种的标准 会失去了功效 失去了督宅的能力 又或者 有很大的浮动 按人的情况 而有所改变 但唯独 圣灵所出的真理 永不改变 圣灵必会按真理 去引导我们 当然我们可以不顺服 但圣灵 不会按着人 私欲的喜好 而稍微改变 真理的标准 因此 每一个骄徒 按着圣灵的引导 必然实践出来的德行 是符合真理的标准 3. 乃是高举神与什么神 在腓立秘书1章9到11节 这么说 我所讨告的 就是要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 多而又多 使你们能分别是非 作诚实无果的人 直到基督的日子 并靠着 耶稣基督 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叫荣耀称赞归与神 透过这次圣经 我们就知道 一切仁义的果子 诚实无过 一种信仰生命的 见证行为 得行 目的就是 要叫荣耀称赞归与神 所以 我们建出圣灵的果子 就是要高举神 和荣耀神 好了 现在到课程里头的重点重温了 第一 神的旨意乃是叫我们在基督里得什么的生命呢 没错了 就是丰盛的生命 记得啦 我们整个人生的追求的方向 照着神所命定的旨意 就是要得丰盛的生命 活出耶稣基督 给我们这种新的生命吧 第二 神的旨意 是借我们得丰盛的生命 来 荣耀他 第三 神的旨意 乃是叫我们 信服圣灵 得丰盛的生命 我们能够结出 敬虔 信仰的生活 是因为我们里头 信服了圣灵的引导 一种 原本丰盛的生命 就能够彰显出来了 现在是最后一个环节了 就是这个课堂的金句了 就是记作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那我们一起读一段的经文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 没有律法禁止 没错 圣灵所结的 独特的果子 里面有很多很多 生命的素质 就是包括这九样的特点了 同样都是属于 神所赐的生命的 每一个教徒 都应该这样追求 显出神的生命 是何等的丰富 愿主照着祂的旨意建立你和我 显出这种 这么丰盛的生命了 再见 今天初信栽培第七课 圣灵的果子第二节 就到这里了 下一课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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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